警車大聲鳴笛火速向前衝 因為後方車上載著一個頭部撕裂傷的女童 事發在桃園平鎮區 一名五歲女童在家玩耍 不小心撞到頭部撕裂傷流血 女童父親駕車緊急送醫 卻被困在車陣中 剛好遇到巡邏援警 立刻向警方求援 很緊急嗎 一個洞了 這是你先 蠻深的 這是你先包扎就對了 原警了解事情狀況後 二話不說 馬上展開神救援 我在民底你跟我後面 剛剛報是可以是準的 那你在小心安全 在原警緊急開路下 果然暢通無助 讓原本需要將近三十分鐘的車程 縮短至十分鐘 孩子受傷父親交集不已 又遇上塞車 好在有暖心原警幫助 才順利就醫解除危機 記者劉志展王毅德 桃園報導